周渔民 迪丽热巴主演烈火如歌 立以TV线上影视 免费看 由周渔民与迪丽热巴主演的《烈火如歌》堪称,是2018年开春期态度最高的戏剧,该剧改编自明晓溪的小说,除了目前演员组合西京外, 该剧幕后团队实力顶尖,包括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制作人高琛联手花千古导演梁盛权合作,编剧是改编过《不不经心》,和以生肖末的末报《非宝》,剧组更邀请荣获13次金马奖的张朱平当任首席造型师。 所有的坚强阵容,让烈剧的讨论度持续攀升。 LiTV线上影视自今日,3月26日,起,每周一到周六周五十二点更新一集免费观看。 烈火如歌3月在中国手机拍播,播放次数迅速破译,口碑极佳,大获好评。 观众除了针对剧情的展开讨论外,对于古装大戏中的造型设计也是话题重点之一。 由张朱平等人联手组成的造型设计,精致现完美呈现角色个性。 尤其是烈如歌,迪利热巴士,的《红如烈火》,《银雪》,《周于民》,的《白如飞雪》,绝对会让观众有强烈的视觉震撼。 烈火如歌剧情讲述烈火山庄的继承人烈如歌,迪利热巴士,与在他生命中的三个男人,风华绝大的银雪,周于民事,幽兰孤傲的战风,宁静温柔的玉子涵, 因19年前江湖上的尘封往事而一同卷入恩怨漩涡,展开一段爱恨燃情,惊心动魄,纠结虐心的奇恋故事。